今天又為大家介紹我的路友記的餐廳 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香港人開的牛腩河 就是這個紅的牛腩河 我現在進去 基本上一來就已經碰到香港人 他說每天都來吃,因為他住附近 我就不可以進來吃 老實說,我認識了慈禱婆一段時間 其實今天第一次見面,都是因為這個母肺問題 網上關了很久,談了兩年 第一次見面,這個食客真是怎樣,幾開心 途中這個坐在這兒的就是香港人 問人有沒有吃過雲吞 紅肌,潮州粉麵 哇,香港人真是香港人開的 那價錢就 得龍股區啦,加上 香港人開的 餐廳 那我就覺得比較偏貴 那我相信 一般本地的馬來西亞打工 就未必會來的 但是就是竹料啦,竹料好味 那就是值得的 好久沒見過這些港式 喂,炸醬麵 馬來西亞的網友有沒有吃過 是香港港式炸醬麵 對 雖然叫做炸醬麵,就不是很辣的 少少辣,甜甜的酸酸的 這裏其實雖然是出名的雲吞麵 但是呢,其實呢 它的奶茶是好的,很好喝的 很好喝的 好港式的 那我就試了一杯 待會看看 香港呀,真棒呀 哇,沒有介紹錯 香港的奶茶的味道 各位大馬的觀眾 一定要來試一下 感動 那香港人感動呀 馬來西亞的各位觀眾 可以試一下身後味 香港的奶茶是這樣的味道 哇,牛腩河 港式牛腩河 兩年多 就知道可以吃到 不要說那麼多 先吃東西 簡單的辣椒油 都是香港的辣椒油味道 對呀 香港的茶餐廳 辣椒油就是這樣的味道 對呀,這個就是淨水餃 對呀 那句,很香港 很香港的風格 香港水餃就是這樣 長條型 大大隻 雲吞就比較正正方方粒 正呀 我們香港人 吃雲吞麵 很多人是雙拼的 可以買的 例如 水餃麵 加牛腩 那些 雲吞麵 加牛腩 那些 又試一下 謝謝